能煎熟鸡蛋融化汽车的摩天大楼你见过吗 大桥突然垮塌 豆腐家攻城到底有多可怕 排点六个看到肉痛的昂贵失误 英国伦敦的对讲机大楼被称为最丑的建筑 一共37层造价17亿 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 为了让住户可以360度无死角的鸟看 整个伦敦区域以及泰晤士和响的游船 设计者将大楼的外层采用采光较好的玻璃木墙 虽然体验到了极佳的视觉享受 但麻烦也接踵而来 由于玻璃木墙使用的是凹面镜制成 被折射的太阳光会直接反射到对面的街道 不论经过都要用手遮挡 到了夏天最高温度更是达到了70度 产生的热量不仅会使自行车变形 融化汽车后视镜的塑料壳 甚至还可以尖熟鸡蛋融化磁砖 经过多次投诉以后 设计者只好将摩天大楼的3到34层 时间铺上遮阳板耗时6个月 花费了1200万美元 才完成了这项浩瀚的工程 1994年10月21日 全长约1160米的渗水大桥中央区块 约48米的桥板突然坍塌 当时正值早上的高峰期 朝向车来车往川流不息 倒塌导致了6辆汽车 以及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 跌入了汉江 造成32人死亡 17人受伤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大桥倒塌的原因是由于建筑公司 在施工中偷工减料 中央悬架的汉接口非常粗糙 在设计初期 沉重为36.3吨 事故发生时已经达到了47.3吨 远远超过了可承受的范围 当时的韩国总统大为震怒 在当天下午就将汉城的市长免职 韩国总理也就此事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接下来要说的是因为一个小马虎 竟然导致火星计划夭折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说 因为一个小马虎导致火星计划夭折 盘点两个世界上本不该发生的昂贵事物 1998年12月11日 美国的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 这当人们翘首以盼地等待进入预定轨道的消息时 它却神秘地消失了 美国太空署立即展开了调查 发现探测器最后进入的轨道高度 比预期的要低很多 导致它错过了最佳的位置 在大气压力下直接坠毁瓦解 而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大的误差 竟然是因为混淆了换算单位 探测器的飞行软件使用的是英制单位暴力 而地面人员的校正参数 使用的是公制单位牛顿 这个小马虎直接损失了3.28亿美元 2019年6月27日凌晨5点 上海莲花河畔警院中 一栋13层的住宅楼突然倒塌 由于高楼尚未竣工 所以并没有造成居民的伤亡 只有一名工人来不及逃生 被重压致死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900万余元 在释放的现场 很多目击者眼睁睁地看着13层楼 在眨眼之间朝南倒下 整个过程不到30秒 最恐怖的是树石根混凝土管桩被连根拔起 深深折断令人触目惊心 离奇的是整栋楼在倒塌的过程中并没有粉碎 倒塌后的楼体还是完整的 后来经过调查 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楼房北侧短期内堆土高达10米 加上南侧正在开发地下车库的基坑 两侧的压力差过大 导致装机破坏 才引起了整个楼房连根卧倒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事 是罗罗斯永远的痛 而美国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说 这是俄罗斯永远的痛 美国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盘点历史上昂贵的两次失误 俄罗斯为什么要卖掉阿拉斯加 大家知道吗 1867年 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阿拉斯加 这笔如今看起来一本万利的交易 当年却遭来了美国民众的骂声一片 在他们的眼里 当时的阿拉斯加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之地 花这么多钱买一块破地 简直是在浪费钱 为啥还要给俄罗斯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以后 俄罗斯开发英国抢走阿拉斯加殖民地 整天提心吊胆 思来想去 不如以白菜的价格卖出去算了 谁也没有想到50年后 美国在阿拉斯加 探测到了大量未开发的石油天然气黄金 为了不说 这个价格真心白菜 17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 平均每阴谋土地仅值2美分 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土地交易 1628年8月10日 斯德哥尔摩港口的人们敲手以判 焦急地等待世界最顶级的萨瓦号战舰 瑞典国王古斯塔尔夫阿道夫斯二世 也正想象着战舰乘风破浪的状况画面 然而一晚却发生了 萨尔号还没有来得及扬帆起航 便在一阵大风中失去了平衡 在众目睽睽之下 沉入了波罗地海 国防的小船为何说翻就翻呢 还是因为它太贪心了 为了彰显王朝的权力和战斗力 国王在建造期间 不断地下令改造船只 原计划修建的单层炮舰 增加了一个机械甲板 改成了共64门舰炮的双层炮艇 但安置太多的重炮 却没有足够的压仓物 导致战舰的重心过高 加上守航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 酿成了萨瓦号沉船的悲剧 在水下沉没了三个多世纪 于1961年4月被打捞上来 并进行修复 并建立了萨瓦博物馆进行展览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我是所长 下期视频再见